这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王博及其代表作品简介 王博自子安 是称师姐 又称初堂四节之冠 小时候的王博 那绝对是一枚如假包换的另类神童 他六岁就能写文章 动作方式却是这样的 先准备好笔墨纸验 然后呢 然后呀 竟然躺到床上睡大觉去了 嘿嘿 其实不是睡觉了啦 人家内侍在打覆稿 这步一起身 立马挥避如流星 够另类吧 长大以后 王博在另类的道路上 更是越走越远 最惊心动魄的那一次 他居然斗胆 在家里窝藏了一个杀人犯 不久又害怕露了像 干脆把那些杀人犯给杀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成了另一个杀人犯 关进了大牢 还连累年迈的父亲 被贬官到了极远的南方 哎 本来是要被杀头了 却偏偏遇到皇帝大发慈悲 王博死里逃生的出了监狱 出来后 王博打算乘船去探望父亲 谁料 竟然会不幸的坠入大海 可怜的王博不会游泳呀 最终因惊吓过度而弃绝身亡了 去世时才年仅27岁呀 如果说王博的短暂人生是一段奇葩故事 那么他的文学成就却堪称是一段奇迹历史 王博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 他引导诗歌走向了豪迈的创作道路 王博生活的初唐 本是一个宫体诗盛行的时代 从皇帝到大臣 喜欢您唱的都是这一类的诗句 语记红桥晚 花落凤台春 唱来唱去都是那么的 娇若无力 王博却用他力头指背的豪迈 将柔弱的宫体诗一拳击挡在地 看看即便是在人人写禅年柔情的宋别诗中 王博也能奋力高呼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彼林 无为在其路 儿女够斩金 凭着这首豪气冲天的宋渡少女之人水咒 王博与杨炯 卢肇林 洛宾王 共同组成的陶迈四人组 组合名称出唐四节 由于王博在组合中诗歌成就最高 又被誉为出唐四节之冠 还被尊为诗节 王博的第二个文学成就则是 他的平文创作 妙诀古今 平指两匹马并排驾着一辆车 所以平文这种散文 句式就如两匹并排的马 上下句必须对称 例如鱼信的射马腹 上句是落花与枝盖齐飞 下句则是杨柳共春齐一色 不仅字数相等 词类也很一致 篇文的另一个要求则是语言必须相当相当华美 前面两句翻译一下 落花和车盖一起飞翔 杨柳树和春天的旗帜是一个颜色 总觉得不够美艳呢 对比王博的藤王格旭 人家的千古名句是这样写的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沉落的晚霞与孤独的野鸭 一同在天际飞翔 澄澈的秋水与明镜的天空相互灰映 终为一色 一边是落花 枝盖 杨柳 春旗 另一边则是落霞 孤雾 秋水 长天 是不是瞬间被藤王格旭给美哭了 也就难怪 藤王格旭能一直在偏文界 咽压群芳 独步天下 下个视频 我们将赏悉王博的宋渡少府知人蜀州 这个视频就先讲这么多 王博在等你答题 抢禁闭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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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